时尚改时段挨骂收拾反生梦多丹飞错灭等。 TVBS欢乐台主打女兵日记延长战线将综艺节目女人我最大时尚玩家上班这当时时段延后一小时其中时尚从晚上10点改到11点播出因对打自己在他台节目主持人号角响起莎莎和巴玉庆场甲形同罢工引起铁粉愤慨 扬言抵制女兵但整体收拾率竟不降反生。 据艾涛的新闻云报道除了女兵收视亮眼瞬言一小时播出的综艺节目女人成绩持平而骂最凶的时尚提高至0.55上下比原本10点播出时好也胜过原时段近0.17左右的上班。 其实是创造多盈局面知情人士分析戏剧连着度比综艺高而且骂越凶讨论度也越高因此带动收视率。 目前时尚存档还有半个月以上不过主持人外景工作仍持续因莎莎请假 梦多金毒自负泰国录影她拿住莎莎和巴玉的Q版人形小牌子感性说 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哦你们都在我的心里虽然不是在身边但心里装得满满的。 爱你们时尚玩家就是我们家时尚脸书专业妥槽她一大早就拿脚本再啃因为没人考了她了哈哈。 网友为她打气时尚玩家靠你了你的伙伴都休息了现在正是你发挥的时候。 网友为她打气时尚。